王春宇把黑人选手跑到虚托,这块金牌中国等了24年北京时间8月28日晚,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女子800米进入决赛的争夺,本场比赛中国选手王春宇将向金牌霸气冲击,王春宇是女子800米中国领军人物。 在2016年巴西奥运会上,王春宇曾闯进过半决赛,但是要想获得这枚亚运金牌并不容易,因为其他国家有非洲籍规划选手,而跑步恰恰是非洲黑人选手的强项,最终王春宇坚持了下来,他以2分01秒80的成绩获得冠军。 这也是中国自1994年亚运会以来,时隔24年重夺该项目亚运冠军,我们整整等了24年,巴林的规划选手艾尔巴劳伊以2分02秒69获得第三,随着起跑另发出,比赛正式开始,王春宇的策略是前面发力跑,他在前半段彻底和对手拉开差距, 非洲规划球员则是在前半场保持跟随态势,希望在冲刺阶段加速甩开对手,所以前半场顺风顺水,双方并没有太多的交集,后半程冲刺阶段,哈萨克斯坦的摩卡舍娃,和巴林的埃尔巴劳伊,对王春宇展开激烈的追赶,他们使出全部的力量试图超越王春宇, 但是王春宇的后撑能力相当突出不断加速,最后依靠强悍的体力优势,王春宇一路保持领先,率先冲过中点线获得金牌,最终的成绩是2分01秒80,这也是他今年个人最好成绩,赛后,王春宇非常激动地说道,金,天确是非常拼,对手实力很强,但是坚持了下来,以后继续努力进一步提高成绩,我们可以看到, 追赶王春宇的其他选手早已累倒灾的,其实是那名黑人规划选手也是这样,能把非洲选手跑到虚托,还真不多见,看着都不可思议呢,你们说呢。